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8日 这几天或最近 经常见到我出没 和大家介绍一些 我叫做 有着数要赚固进系列 经常说要用一些大的交易所 那小的交易所如何生存呢 当然是用一些着数 或者优惠去吸引我们的用户 或者用一些很特别的功能去吸引我们的 今天介绍这间交易所 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我想介绍给大家的 在开始之前 和大家说一说其他东西先 首先是关于我的IG或者Facebook 我近来的目标 是希望IG和Facebook 多一点点人 去起码一千才像样的 现在只有几百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过去几天都多了很多人 如果还未like或者follow 可以去follow或者like 如果还未subscribe 这个channel的话 可以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的目标 是希望在9月之前 可以去达到1万人的 至于关于聚会那方面 那个地点开始有点微目的了 那视乎疫情 我想这个月 都应该会定到地点和时间的 这件事情 之后再和大家公布 现在马上看看 今天介绍的这间交易所先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间overbeat 每一次我们看交易所都会看回 他一点点背景 差不多一个月之前 我就知道了有这间交易所的存在 而他们的CEO都很主动地来跟我聊天 不聊天由自可 一聊天就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之年轻的年轻人 他本身是台湾人 好像是台湾香港mix 那他的公司就在新加坡注册 他如果你在上网 等一下和大家看一下 Google的话 都会看到他的身影 在2019年甚至乎 再早一点的年份 都已经看到他的身影 那这间overbeat是什么来的呢 但overbeat主要都是专注于合约交易 还有他们都有些外汇市场 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 好了 先看看网页 首先我们都循例看看About Us 先看看overbeat 在2017年已经成立了 在2019年这个 platform 已经发展了 那看看下面 他们的Mission 这个就是他们的英俊CEO 就叫做阿J 周杰伦的阿J 这么巧 他的中文名也是有个杰字的 这里有少少阿J的背景资料 他就在加州的理工大学毕业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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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Google一下他的话 你都会看到他的身影 看到不同地方都会有他的出现 看到有些youtube的video 就看到他在2019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接受访问 那我们看看多一点的platform 我现在就knock in 看看 knock in 这里有个2FA 这个交易所有什么特别呢 他就希望一些入门的人 都可以玩到这个期货 或者合约的交易 待会大家就会明白我说什么 那现在knock in 先 knock in 到进来 你会看到 他的交易队就有这些 有Bitcoin Ethereum XRP Bitcoin Cash 以及一些外汇的交易 就是说一些不同的货币交易 看到他的页面是很简单的 就是希望给一些入门的朋友 很简单去玩合约 你看不到他的order book 你只能看到他如何买 如何买 一个很简单的图 如果大家是刚刚接触合约交易的话 我相信这个platform的简单设计 都会给大家比较安心的感觉 今天想和大家主要介绍的 除了这个platform之外 他的CEO 或者公司背景之外 我都想和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当然是一些好处的东西 首先就说说这个event 它分了很多不同的TP 一些Point 你做了不同的东西 就会得到不同的分数 像这个这样 稍后会和大家介绍 他们每一年都会做一个 关于加密货币的一个调查 这里我刚刚做了 稍后会和大家介绍 究竟做完会有什么好处 首先我们看看Mission 这里有点像之前AAX的Reward Hub 它的奖品也是十分吸引的 我们看看这里 好像这里 我已经做了这个 Set up to FA 我就可以claim 这里10个TP TP有什么用 待会再和大家看看 拿了10个TP 做不同的东西 就会拿到不同的东西 这里compete KYC 就有30元的BTC bonus 留意他们的bonus 你就可以用来trade 你的利润就可以提走 但bonus本身就不可以提走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会拿到差不多 好像$90至$120 的BTC 去看看Reward redeem 这里又是什么呢 redeem分开两个 你看到刚才我们存到的TP 如果1000个TP 我们就可以立即换到0.03个BTC 这些全部都可以提走 又或者如果你想提USDT 都可以的 12000、3000、34000 去到1万 如果你真的去到1万个TP 你可以换到0.327个BTC 或者1万多元 即是现值1万多元的USDT 也不是说不客人 这里还有一个convert bonus bonus的话 即是刚才说的 只可以用来trade而拿不走 门槛就低一点 100-900 就可以换到这么多BTC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个特别的幸运轮 这里每一次可以 如果你不想存那么多TP 的话 每10个TP就可以玩 我试试玩一次 我会得到什么呢 诶 输了 拿不到什么都拿不到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小TP的人 都可以玩的 还有这个是daily的签到 刚才我忘记了 给大家看的时候 已经签到了 每一次签到 他都有一个幸运的抽奖 而抽奖的礼物 应该都是TP bonus 或者一些现金 大家有机会 登记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看 今天透过我这个视频 去登记有什么好处 就可以得到30元BTC的bonus 再提一次 bonus 只可以用来trade 利润就可以提走 但是bonus本身就不可以提走 说回刚才的加密货币用户的调查 这个用户的调查 就更加的好处 我觉得 你可以不是overbeat的用户 再说一次 你可以不是overbeat的用户 都可以去做这个讨论 这个讨论 刚才我做的时候 大概我想有30条问题 大概要花大家10分钟左右 他就会由参加这个问卷调查的朋友里面 抽出20位的朋友 觉得100元美金的BTC 这100元美金的BTC 会直接放到你的币 即是说不会强制这100元的BTC 去你的overbeat户口 接着又一定要你trade 又一定要某个程度的withdrawal fee 才拿到出来的 会直接进去一个你提供的加密货币户口 这个绝对是一个大着数 说回这个问卷调查 刚才我大概花了10分钟的时间去做 当中的问题都是一些普通的问题 问一下你参与了多久 用多少钱玩 玩开些什么 最后还会看到2020年 他同样的一个调查的结果 今天我想和大家花点时间去看看 上一次的调查结果是怎样 当中有些结果 我都觉得挺有趣的 好了 来到这里了 今天不会看完这么多页 因为总共有50多页 这条链会放回下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看看 我想和大家看的是第10页 就是问一下你对加密货币的交易经验 究竟有多少 原来有58%的人 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初阶的投资者 29%觉得中度 18%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 advance 的投资者 只有4%觉得自己是 professional 我都很想知道2021年的结果会是怎样 另一样东西想和大家看的就是第16页 第16页 这里就说了大概大家会用多少的交易 原来不同类型的投资者 会用过交易的数目都会有些不同 首先我们看到每一类型的投资者 都会用超过3个交易的币 这些币是说他们用的币 即是说你可能登记了10个 到最终你只是用3个 这个也是我的情况 看到一些比较初阶的投资者 3.16个 接着3.8个 大概到最后会越变越少 这个也是合理的 因为开头的时候 我们不敢登记太多交易 接着越登记会越多 但后来又发觉 原来就不需要用到太多的交易 应该这么说 一些主要的交易 我们只要用几个就够了 接着想和大家看的是23页 这里 23页这里就提到 究竟有多少的加密货币投资者 曾经不见过他们的资金 原来你见到结果是这样的 越职业的投资者 或者参与加密货币 越来的投资者 他们曾经不见过加密货币 或者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 不见过加密货币的比率 就会越来越高 去到职业这个位置 超过一半的人都试过 不见他们的加密货币 所以大家去操作加密货币的时候 大家真的要小心 不要被人骗 不要自己去乱传货币 还有你传货币 或者传货币的时候 真的要对一对地址 和网络 接着想看下一页 之后这里就解释了 多数人究竟 如何不见了他们的加密货币 最多就是 传错的币 接着就是不见了币 不见了币 不见了sitface 接着就是传错了 他的scam的币 接着就是币 其他币 最少就是整个 身体的币 被人偷了 不过如果实体的钱包 被人偷了 其实你有个sitface 应该都可以救得回 接着 接着就有两个东西 想和大家看的 就是这个29 29 就是大家如何 储存大家的加密货币 你看到最多 原来都是在交易 接着就是Mobile App 接着就是Cold Wallet 最少就是PayPal Wallet 因为这个方便性 我想现在或者去赚息 大家都会放很多 在exchange上面 这个都是大家的习惯 最后看到55页 这里 就是在大家的投资组合里面 究竟大家放了多少钱 加密货币 这里就分开不同的人士 都不同的 你看到这里 都有一个趋势 你看到初手 就多数放少 10%的投资 越来越来 你会越来 最多人会放50-70% 看完这个调查的报告 或者结果 我觉得很有趣 可以了解到大家 投资加密货币的习惯 特性 或者是一些大家常见的错误 这个调查的报告 我觉得绝对值得大家 花点时间去看 连续放在下面 好了 我总结一下 今天的好处有什么 首先 如果大家帮忙做今年的调查 就会有机会得到100的BTC 直接传到你的币币 这个就不需要一定去登记 overbeat 如果你去登记overbeat 的话 你用我的连续去登记的话 就会得到额外30元BTC的bonus 另外你做完那些KYC 或者刚才那些reward的活动之后 会得到另外30元 或者90至120元的不等 你做完那些东西之后 你会得到大概150元美金的BTC 作为一个bonus 给你去交易 虽然说拿不到出来 但是作为一个练习的本金 都是非常之好的 况且刚才也提到 这个overbeat的页面 是十分之简单的 绝对是适合一些新手去尝试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下面的连续去登记 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Share Like Comment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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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